这是来到小人国了吗 我们来看到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场景样貌 透过鬼斧神工萎缩技法 以1比12甚至更小的尺寸重现 在高雄公博馆展出 在这次展出的周评当中 最特别的就是指挥中心的记者会也有缩小版 每到下午2点钟 在这个指挥中心的模型里 有一个5公分的迷你电视 还会播放疫情宣导短片别具巧思 那今天我们记者会还是由陈指挥官来亲自主持 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两点一到准时上线 从隔板到手板 从原子笔到麦克风 记者会现场就像照了缩小灯 桌上有那个很小的蓝色原子笔 就是按压式那种 就那个很真实 小电视也很好玩 很厉害可以把东西做得那么小 又做得那么细致 看完指挥中心迷你记者会转个身 来到钟表师傅工作室 钟摆里黄橙色温柔灯光 桌上堆满工具 细看每一处都是精雕细琢 台日围形大师郑鸿展 山田卓斯棋手合作 把日常生活所见所想 化为一个个独特的小小世界 以一比十二甚至更小尺寸重现 小朋友在里头找新奇找有趣 大朋友则是找一份怀旧心情 有些昭和年代的 可能跟我们那个年代比较接近吧 就看起来就很有那种熟悉的感觉 有一些很怀旧的 以前小时候看的卡通动画 展出分成五大主题 多达六十五件作品 让民众看好看满看个过瘾 两位老师总共展出六十五件作品 那山田老师是三十件 那这老师是三十五件 像是照了缩小灯 更像搭了时光机 在迷你世界里体验一场微缩人生 记者梁家伟 王超群 高雄采访报道